四名男高中生被关入学院监狱 每天被批编抽打课中虐待 想尽办法逃脱 却怎么都逃不出女王的手掌心 嗨大家好 我是沉迷电影的阿丹娜 今天讲妄额之缘的后续故事 之前讲到八广中学原本是女校 今年进行男女混校改革 招收了五名屌丝男学生 以精致为首的猥琐四人组 某天晚上计划头看女生浴室 却被学生会长抓到了现行 从那之后 五名男生被关在监狱学院里 接受副会长日复一日的花式虐待 上一集的故事中 青池在同伴的帮助下 男伴女装逃出学员和小花约会 但小花一高兴就发了朋友圈 更累人的是 小花是学生会长的亲妹妹 会长是出了名的仇实男性 青池不但越狱 还惦记自己的亲妹妹 会长怒不可结 说什么都要让青池签了退学申请书 把她逐出八广中学 就在青池马上要破语淫威 欠字花鸭的时候 小花坐门外冲进来 大声告诉会长 姐姐 青池没有错 你要是毕大退学 我也不读书了 紧接着就把青池露在了怀中 青池兴奋的眼珠子都要飞了 这种软乎乎的触感 香喷喷的气味 小花简直是降临人间的天使呀 精致的会长说 我是不会签字的 就算偷看女生洗澡的事情传出去 接下来三年的高中生活都生不如死 受尽鄙视 但为了小花 我绝不会退学 会长气得血压飙升 好 既然你不愿自退 学校有规定 越狱超过五次 就可以强制退学 你们猥琐兄弟五人组肯定躲不过 在那时候 一场引用男生越狱的计划 在学生会中打响 他们瞄准的第一个人 是五人组里的帽子男 他每天淫于得很 在监狱里每天老实干活 唯一的爱好是养蚂蚁 会长想了一个主意 只要伤害他的蚂蚁 引得帽子男暴怒 袭击服会长 到时候定他一个伤害罪 反手把他扔出学校 那天乌云密布 天空上讨厌的乌鸦正在盘旋 副会长一个眼神 乌鸦信领神会 直接冲过去吃蚂蚁 帽子男一下就发狂了 说什么都要报仇 他拿着树枝冲上去 清智此时看清了情况 他气自己于不顾 一把挡在副会长面前 挡下了致命一击 只不过 他的后面被刺穿了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震惊 帽子男恢复了理智 不再冲动 接下来 清智被学生会指示 小小花逮到了一屋室 小小花要给清智牵手上药 那怎么好意思呢 正好赶上小花来看病 清智还没穿裤子 这一幕千万不能被小花看到 乌可奈何之下 清智只好和小小花藏到床下 小小花是一个从来都没有 接触过男性的女孩 但内心又有一些压抑的小爱好 和清智这么零距离 接触一番 竟直接晕倒了 在那之后 小小花因为惊吓过度 忘记了病床下的事 而清智小而不语 后程失手 但前面的冲锋部队 那可是大获全胜了 学生会首战告败 他们第二个目标是平头 平头是一个手办耗着 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自己的手办 副会长抓住这个特点 那天竟然骑在平头的情感宝贝上 使劲凌辱他 不在沉默中死亡 就在沉默中爆发 平头爆发了 他一把夺过手办 使尽全力摔在地上 笑话 和小园里成百上千的妹子比起来 手办算得了什么 我绝不会退学的 大家都为平头的觉悟鼓掌 只有一个人高兴不起来 那就是五人族里的胖子 这几天 副会长忙于欺负别人 都不虐待他了 胖子非常想被小皮编冲 非常想被性感的副会长虐待 这些事 副会长心知肚明 他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要逼得胖子发狂 与此同时 学生会派出一名美女学姐 勾引五人族里的黄毛 黄毛负责采购 每天有两小时外出的机会 那天 副会长特意让美女学姐夺出黄毛 只要她晚归 那就算越狱 这边胖子已经三天没有挨揍 身体状况出现了崩溃 副会长瞅准实际 养出秘密武器 胖子顿时化身饥饿的棕熊 拼了命的往外冲 而监狱的栏杆被提前处理过 很容易就能穿破 还没等他摸到梦寐以求的副会长 黄毛那边也到时间了 一个是暴力越狱 一个是故意晚归 这下学生会长可以名正言顺的 把男生踢出校园了 学生会长高兴的嘚嗖起来 他说 我们夏天会举行试打打T恤大赛 你们可看不见了呀 好遗憾哟 男子组心动的无法言表 特别是清智 他可再也见不到校花了 学生会长下令 明天就要把他们逐出校园 但就在这时 清智决定最后一搏 他给校长写了一封信 信上写着 我知道您在后山的秘密 校长看到后立马坐不住了 其实校长是一个屁屁狂人 非常喜欢看 臀部 那天在后山是迫于学生会长的压力 正在埋葬自己珍藏的魅徒 被清智这么一说 校长突然有了一种痛病相连的感觉 此时校长问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只要这个问题 清智答得好 那退学的事情 校长还是可以出面力望狂澜的 与此同时 小园的料理教室里 小小花正在做蘑菇 但是 这蘑菇的触感突然像触电一般 勾起了小小花的回忆 那天 卫生室 并床下 没有穿裤子的清智 他拿着菜刀就冲到了监狱门口 此时清智面临着双重考验 还是门外 奇迹败化的小小花呢 欲听后事如何 阿丹为您下回分解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原篇的精彩 阿丹放不出来 各位观众呢 自行解决 我们明天再见咯